穿著短袖和背心的男子不斷向後方加油站員工步步逼近 不顧一旁女子拼命勸阻 下一秒就朝著對方頭部挥拳攻擊 只是好端端的去加油 怎麼會爆發衝突 街頭暴力事件發生在台中西屯移出加油站 23號凌晨12點多 一名男子在加油站旁抽煙 共讀生擔心一個不小心可能釀成意外 好言相勸請他不要抽煙 沒想到這個舉動竟然讓對方惱羞成怒 當場動手打人 滿無言的 因為工作是勸打就被打 這是常識 正常就是有怨的地方可能就會發生火災 語氣好無奈 明明加油站有清楚標示 請勿吸煙標語 但嫌犯視若無度 好意勸導不但不領情 反而被客人動粗揮拳 讓加油站員工人人自圍 一名男性駕駛 疑似因不滿店員勸阻其勿抽煙 進而毆打恐嚇店員後離開 警方迅速於三小時內將該名犯嫌查契到案 警方調查後發現這名嫌犯前科雷淚 曾犯下詐欺毀損毒品傷害等罪嫌 這次又在加油站鬧事 好在警方三小時內將人逮捕歸案 讓他前科載添一筆 員工也不用繼續擔心手帕 紀新聞 郭彥廷 賴文中 黃春軒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